这一节主要向大家介绍了converse中曲线绘制的四个函数 其中arc函数和arc2函数均是绘制圆弧 那么这两个函数传递的参数不一样 arc函数根据传递的圆心的坐标 起始点中止点的角度 以及一个半径值绘制一个圆弧 而arc2函数给出了两条线段 以这两条线段为切线 绘制一段半径为radius的圆弧 其次我们向大家介绍了base r曲线的绘制方法 涉及两个函数 第一个是二次base r曲线 也就是quadratic curve2这样一个函数 第二个是三次base r曲线 wezer curve2这个函数 那么对于这两个函数 首先都需要定义控制点 二次base r曲线有一个控制点 而三次base r曲线包含两个控制点 之后定义结束点 再加上调用这个函数之前的起始点 就形成了base r曲线 那么事实上从数学的角度 还有非常多的可以绘制曲线的方法 但是converse只为我们提供了这样四个函数 来进行绘制曲线 如果需要绘制更复杂的曲线 大家可以尝试将这四种曲线进行连接 那么它们和直线一起配合 就可以完成大多数轮廓的绘制 学会了曲线的绘制相信可以大大的丰富 大家绘制各种不同图形的能力 创造出更加丰富的作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